政府买不到疫苗 企业界跟佛光山帮忙 政府难道还要扯后腿吗 绿营的市长林友昌就批评了 民间自己买疫苗 怕会撕裂社会 指挥中心的李冰颖更是唱衰说 国台民买的疫苗可能是过期货 民众听到大骂 蔡政府颠倒是非 简直是鬼扯 而绿营是一味的护航 说瞎话都是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 疫情人烧害百姓丧命 蔡政府买不到疫苗 企业佛光山出手帮全民买疫苗 但绿营市长林友昌却批评 民间自救有问题 会不会一不小心 我们反而去制造了贫富的对立 或者是撕裂了社会的一个和谐 重点是郭台民买的500万剂 佛光山的50万剂疫苗 都是要捐给蔡政府 到底哪里撕裂社会 他为了要掩饰自己的无能 所以只好用各种话术 各种奇怪的理论逻辑 来去掩饰他们根本什么事也没做 绿营市长瞎扯打疫苗 会打出贫富差距 民众大骂 没良心 现在是人的生命比较重要吧 你管你什么贫什么负的 你没有了这个命 你哪里来的负 哪里来的负 顶倒是非啦 模范生变成刘吉森耶 笑死人了 你这什么政府啊 网友狂轰为了护航政府无能 就骂帮你擦屁股的搞对立 政府仿佛是怕民间能买到 还抹黑你 唱衰你 好了 听说他那一批疫苗 可能已经快要到期了 到期了 李并话一说完 绿营粉丝团耿图全出炉 说台大一是七点来帮大家事宜 郭台铭的疫苗就是快过期 抹黑完才说抱歉我口误 那个是完全是口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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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已经变成多次扮演侧异 而不是专业人士 请问过期这个东西 是有可能口误的吗 那不然你原来要讲什么 过马路吗 这个听说BNT疫苗要过马路了 那然后不小心讲成过期 不然这完全是诡辩嘛 绿营首长挨轰 只顾自己的政治生命 那谁来顾百姓性命 记者吴俊玮 陈静怡台北 看报道